大家好,我是西瓜 今天说的是柯南原版66集 拆分版68集的漫画改编案件 夜路杀人事件 害怕吗?还敢走夜路吗? 这一案件的手法非常有趣 实用,简单,还省钱 这天,死人一家在料理店吃了一顿高级餐 柯南交了抚养费之后 恩格尔细数都上去了 出门后,毛利就遇到了一个老乡时 阿胖 这个阿胖是老鼠脸的 曾在山庄绷带 曾在毛利小五郎同学会杀人事件出场 是毛利的老朋友了 见到毛利,阿胖非常开心 因为最近他的公寓一到晚上 就会出现奇怪的声音 所以他想请毛利大侦探去他的公寓调查调查 小伙子你要想好啊 现在还只是有奇怪的声音 等毛利去就指不定出现什么了 毛利有点犹豫 但柯南表示 我们就去他家拍一集嘛 蹲蹲蹲蹲蹲 奇怪的声音还没有出现 毛利和阿胖先喝了个爽 很快阿胖的库存就被喝光了 小兰便出去买酒 由于路灯最近出事了 阿胖家附近一片漆黑 再次回到楼下时 小兰和柯南发现 有一个男人在路边抽烟 昏暗中看不清他的脸 而在阿胖家的楼上 有两个喝醉的男人在吵吵闹闹 一切看起来都很日常 啤酒到后 毛利继续开始蹲蹲蹲 这时突然传来了一阵玻璃破碎声 原来是阿胖家一扇临街的窗户 刚刚被打碎了 难道这就是阿胖每天听到的奇怪声音 那确实够惨的 与此同时 楼下传来了一个男人叫唤的声音 他的眼前则躺着一个不省人事的人 阿黑你怎么了 阿黑你怎么了 只见这个叫阿黑的男人在呼唤下毫无反应 直到一辆汽车路过打光 众人才发现他已经身亡 无故破碎的窗户瞬间被人遗忘 毛利一行人赶紧冲到现场 河南一引认出这个死者阿黑 就是那个刚刚在路边抽烟的男人 地上还有大量他扔下的烟头 公务警官很快赶到 得知被害者阿黑是一名米花大学的学生 而刚刚在尸体旁叫唤的是他的同学小强 小强很少见到这个阵势 看起来有点慌张 我跟阿黑约好的今晚十点在这见面 可是就在我看见他 准备跟他说话的时候 他就倒下了 当时旁边没有别人吗 没有 不过因为太黑了 我也不是很确定 毛利一开始了事态 难道死者不是你杀的 你不要凭空无人清白 这时又一个男人叫唤者跑来了 原来他也是被害者阿黑的同学 名叫阿白 对于阿黑的死 他感到很突然 我们和阿黑刚刚还在朋友家一起喝酒呢 我朋友家就在那 柯南定睛一看 那正是他和小兰买酒回来时 看到有人耍酒疯的状态 没想到我就瞄了两眼 竟然就发生了案件 众人来到阿白朋友家 这里还有两位哥们 分别是屋主阿帅 朋友大壮 大壮表示 他们不仅都是米花大学的同学 而且都是登山社的朋友 今晚大伙都聚在这里喝酒 只有小强不在 阿白提供信息 阿黑是在九点多的时候 被小强的电话叫出去的 对此小强十口否认 你不要凭空无人清白 但是阿帅证明了这一点 因为就是他接的电话 看来这个凶手用了变声器 众所周知 目前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拥有变声器 毛利问小强 那你为什么会去找阿黑 小强表示 自己是被阿黑用纸条 叫出去见面的 至于见面的缘由 他决定想想再说 阿白开始爆料 你不是说是因为 他偷了你的钱吗 这个敏感的话题 让小强有点心虚 确实 我的学费被阿黑偷走了 而那张能证明 我是去赴约的纸条 我也已经扔掉了 这果然让毛利找到了方向 哦 一定是你一直要不到钱 怀恨在心 所以今晚就打电话 把阿黑叫出来杀了 小强很慌张 跟阿黑有仇的 其实还有大壮 因为阿黑跟他借了很多钱 笨蛋 如果是我跟他借钱 我还可以考虑一下 而且我今晚 一直没有离开这个屋子 阿白提供信息 没有啊 你有出去过一次啊 就是阿黑出事前后 你说你有点上头 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 可是那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啊 阿瑟 那阿帅行程又怎样呢 谁来报一下 阿帅他 这就要从半年前的一次登山说起了 当时社团成员小美和阿黑去登山 可是却因为受伤被抛下了 等我们找到小美时 他已经断气很久了 而阿帅就是他的男朋友 我有点搞不懂男人的友谊了 就这你们还能在一起喝酒 对此阿帅并不否认 阿瑟 我们是登山专业的 有时候遇到山难 牺牲朋友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我早就已经放下了 而且今天我也一直在屋子里没有出去过 对此阿白又有话说 他说的没错 只不过在阿黑遇害的十点钟左右 阿帅他就一个人去房间里写报告了 你可真是带节奏小能手 毛利猜测 虽然阿帅没有出过房间 但作为一个专业登山员 如果他想从房间的窗户偷偷爬出去 也未尝不可 于是众人来到阿帅的房间 却发现阿帅窗户的开合度 并不能容纳成年人近处 于是毛利直接把阿帅的嫌疑排除 但柯南提出了一个疑问 你说你当时在写报告 可是你为什么没有开灯呢 我从便利店回来的时候有看到哦 这个嘛 我暂时还没有编后 柯南开始着手调查 他发现阿帅的房间里有氧金鱼 抽屉里还有弹弓 二者结合起来思考后 却发现啥也没想到 于是他终于想起了阿帅家那被人遗忘的窗户 阿帅家就在阿帅家的正下方 而且正好在案发的时刻被打破了窗户 这是为什么呢 接着柯南发现 破碎的玻璃上还有血迹 看来玻璃伤得不轻 这时见证人员发现路边的墙上也有血迹 而位置就在尸体附近 这让柯南大吃一惊 因为肉眼看来那根阿帅家的窗户是一个血型 柯南忽然意识到墙上的血迹 阿帅的破窗被害者占的位置竟然在一条直线上 于是他又来到阿帅家对面大楼的屋顶 在这里的栏杆上果然也留有同款的血迹 柯南终于明白了一切 这次是轻奢四选一 其实我觉得阿白可以排除 他报了别人这么多料 自己都没报出有什么 这种人只有被灭口的命 柯南带着一肚子干货回到了阿帅家 木木警官果然又要受队了 我发现木木警官不管有没有得出结论 都是查一会就受队 雷厉风行的态度让两个闲银人都大吃一惊 幸好柯南已经准备向毛利借出脖子 只见他忽悠过小兰躲开了木木 便顺利的射晕了大叔 动作熟悉的过分 木木警官我要解开这起案子的真相了 是真的吗毛利老弟 你有什么头绪吗 这就要从案发现场消失的凶器说起了 你说的对我们确实都没有找到凶器 你有什么头绪吗 接下来我就要还原一下这整个凶杀的过程 包括这个神奇的凶器 木木警官有没有可以拿来死一死的人 高木老弟 是 我们的高木在这一集终于成行了 还拥有了名字 很励志吧 从此从一个工具人正式变成了一个有名字的工具人 请高木先登上对面大楼的屋顶 小兰里就去扎一袋石子 还有这位阿胖 把肚子里的头拿出 阿胖你是开模型店的吧 我想向你借一下钓鱼线 一切准备就绪后 柯南开始了布局 木木警官请你用钓鱼线绑住一颗小石子 然后用阿帅的弹弓 把小石子弹到对面大楼的屋顶 啪 钓鱼线终于走上了不轨路 话说你们能不能给屋顶的高木先提个醒 我不是很相信木木警官的准头 接着就请那位天台的骗警 把鱼线解开套上栏杆 然后木木警官就把房间里的麻绳 连接这根钓鱼线 就可以把麻绳拉上天台 这番套做并不复杂 就是要把麻绳连接天台的栏杆 然后鱼线就退场了 所以我们可能冤枉钓鱼线了 它并不是凶器的一部分 接着小兰里就把麻绳的一端扎住塑料袋 这个凶器就完成了 某一口地难道说 看来连木木警官都看出来了 接下来一切就简单多了 凶手只要在这个房间对准路边的被害者 高木老弟你准备好了吗 嗯我放 走 我操 我还是那句话 就不能事先给高木提个醒吗 可怜我高木老弟才刚刚拥有姓名 一番操作就差点当场杀青 高木老弟你死了没有啊 没有差一点 那个血迹就在塑料袋刚刚敲过的地方 接着木木警官你就把塑料袋拉回来 啊塑料袋刚刚差点补到了阿胖家的窗户 难道说没错 凶手就是案发时刻呆在这个房间的阿帅 阿胖你每天听到的奇怪声音 就是阿帅先生练习杀人时 凶器砸到你家墙上发出来的 只不过这一次正好砸到了窗户 所以天坛的栏杆 阿胖的窗户 被害者附近的墙面 这些凶器所过之处 全都沾到了被害者的血 这什么砸断了大动脉吧 听到真凶的名字 和这一套神一样的手法 众人惊讶的瞪到了眼睛 呃 可是 是小强打电话把暗黑叫出来的 是啊 我们都有听到耶 阿白终于为朋友说了句人话 哼 那只是录音机的声音 你只要提前录下小强先生的声音 然后在电话里播放就可以 看到没万能的录音机才是罪贵祸首 同样 在便条给小强让他去赴约的也是你 而关掉房间的灯 也是为了掩盖你的凶器 可是 楼下那么黑 阿黑那么黑 我怎么可能瞄得准 不 你看得很清楚哦 因为被害者当时闪闪发光 没错 他当时在抽烟 所以你只要瞄到那个烟头就可以了 看来吸烟有害健康啊 阿帅还想挣扎 既然这样 你就找找看啊 那个凶器 你能找到我就下跪 哼 阿帅先生 你穿着登山袜不热吗 你的金鱼不难受吗 没错 你所用的石子 就是你鱼缸中的石子 而装石子的凶器 就是你的袜子 而你用完石子后 就放回了鱼缸 但是鱼缸里 那根袜子的毛线 却出卖了你 我相信你的袜子上 还沾着被害者的血迹 你准备好了吗 我要下手了 哼 没有必要了 我承认 我就是凶手 动机 就是小美遇难的那件事 没错 如果她的死 真的是因为山难 我也无话可说 那时候 我也确实一个人 痛苦了很久 可是那天 我却无意中听到 哼 小美那个女人 不时抬举 竟然拒绝我这种阿黑 所以那次遇难 我就故意不管她 哈哈哈哈 大哥公共场合 大声议论这种事 你想上热搜吗 而当时 小强就在一旁 开心的陪笑 我不能原谅她 闷 所以我就杀了阿黑 并嫁祸给笑枪 这个案件就结束了 这个案子告诉我们 一个人固定的习惯 容易被人拿来利用 你是不是忽然受了什么疾病 这期就说到这了 再见